歡迎大家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9 月有不少朋友都開了學 辦公的霸達是否發現平日早上乘車時多了一群年輕人 是否在迫巴士、迫地鐵時開始覺得自己老要做運動呢? 今集遊戲情報科,我將會為大家介紹幾款運動遊戲 又或者是主角比較運動量大一點的遊戲 幫大家找一點點體力和青春 立即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科 歐聯開球,一開球當然要講一下足球遊戲 PES 2018 即大家熟悉的 Winning 11 即將會起9 月14 日推出 足球遊戲其實每年都有 今集的 PES 繼續有 5 加 Keem 和 Keyman 做龐術 上集廣東話龐術,大家的反應就很壞參半 今集的版本似乎有一個很大的改進 起碼不是單單磅獨 遊戲入面亦加入了線上多人隨機模式 玩家可以上線後就隨機2打2或3打3 不過這些都不是重點 今集的重點是甚麼? 就是有香港隊伍東方龍師 東方龍師有甚麼?有英雄廢 雖然如果大家拿來跟世界最強的球隊比 當然有些距離 但香港登上遊戲大舞台 是不是要講一句香港勁抽? 除了足球 全世界另外一樣令到男士們熱血沸騰的球類運動 絕對是籃球 而NBA 2K 18 亦會起今個月的 19 日推出 今次的 2K 18 將大家喜歡的生涯模式 再推高一個層次 推出 Run The Neighborhood 令到玩家除了 My Park 之外 就可以用自己的角色更加進一步 了解到他們平時工作以外的事情和所見所聞 而玩家的所有動作、行動都會影響到角色的形象 真真正正令到玩家感受到做NBA 明星的感覺 遊戲亦有傳說隊將不同時代的球員放在一起做最強的陣容 每一個球星都在巔峰的狀態 令到遊戲更加刺激 叫老爸一起玩都還可以 遊戲其實在 9 月 8 日推出了一個 Demo 版 可以在 PSN 及 Xbox Live 上下載 有興趣的巴打都可以首先下載 試玩下載,決定買不買都可以 做運動都是想強身健體 身體健康之源 又可以應付一些特別的情況 就像喪屍危機一樣 好像很強硬 不過這遊戲一樣強硬 Dead Rising 到第四集 上集聖誕起 Xbox 出現 一年後終於限時獨佔完畢 推出 PS4 版本 今次版本中,遊戲系統其實與 Xbox 版沒有太大分別 玩家繼續用法蘭克點西 在城市中對抗喪屍 遊戲發生於第一集後的16年 一般人已經對喪屍病毒有抗體 但軍隊竟開發出全新病毒 令世界再次出現喪屍危機 我印象中的故事就是這樣 始終這遊戲都推出了一年 喪屍故事的遊戲來來去都是這樣 我忘記都很正常吧 PS4 版本就連同一系列之前 Xbox 版要買的 DLC 令玩家可以用法蘭克點西 穿著其他 Capcom 角色的新裝 若然你沒有玩過 Xbox 或 PC 版又是 Fancy 的話 你都可以在今個冬天買的 若然熬得到今個冬天的話 我就寧願玩 Bio 好過了 其實移植遊戲算不算炒冷飯呢? 我覺得有時只要是好遊戲 我就可以接受 好像 LA Nura 般 經典的炒冷遊戲 終於會在今年的11月推出主機版 遊戲將會被玩家化身刑警 在40 年代黑幫當道的洛杉基 調查一單又一單以真實案件改編的情節 一步步升職 以及面對更加恐怖的邪惡核心 今次 LA Nura 除了推出 Xbox One PS4 和 NS 的版本之外 更加會精選幾個不同的個案 放在 HTC Files 上對出 VR 版本 主機版本方面 PS4 和 Xbox One 當然是忠實重現遊戲 Switch 版本更加會加入體感及 touch 的功能 令玩家有更多不同的玩法及新鮮感 不過重點來了 因為這款遊戲要查案 所以需要的英文水平比較高 亦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之前 PC 版本有很多巴達都跳過這遊戲 今次未見到中文化的消息 若然你想感受這個遊戲的樂趣的話 首先要看看自己的英文程度合不合格 喂, 來了很多題 先說回運動 近年有很多人爭議在一個新的運動項目上 有人覺得他是運動,但有人反對 我正說的當然就是 E-Sports 之前有另一款遊戲 Youtubers Live 中 讓玩家用一個輕鬆的角度 去試一試做一個 YouTuber 今次 E-Sports Live 當然就是用同樣的方式 讓大家體驗做 E-Sports 選手 玩家需要練習練習再練習 為到角色安排及準備 了解電競其實不單止只是打遊戲 經過不同的歷程 令到自己在大賽中 跟隊友打多一個好的成績出來 其實經常有人問我 打遊戲怎樣當職業 我自己就覺得是看你有多認真對待這件事 如果你當它是娛樂的看,當然不行 但若然你將工作上的認真放在遊戲行業上 這樣就另一回事 可能你會問,為何背景的影片不斷在Loop 不斷在重複 沒辦法,因為官方只推出了一條十多秒的影片 做電競選手每天都會不停重複練習 你以為真是這麼過癮 今集遊戲情報科就來到這裏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及分享給朋友 我是希子閣,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 我是希子閣 請歡迎